维权律师高智晟终于证实获释 美国议员史密斯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和军人 也在第一时间来发声 他们要求给高智晟真正的自由 让他和家人团聚 要求中共还高智晟真自由 美国国会资深议员史密斯说 高智晟现在仍然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监控 从现在身体恶况来看 足以证明高智晟三年冤予折磨 多次在美国国会为高智晟举办 听证会的史密斯医员说 中共破盖高智晟 只是显示暴政的脆弱 从2009年开始 美洲的固定绝食声援 高智晟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称赞高智晟的道德勇气 勇于在中共强权下 为法轮功及其他弱势群体来发声 高智晟走出黑牢 外界关注声浪没有消停 后续高智晟能否和家人团聚 迫害者的责任追究仍是关注焦点 新唐人的电视综合报道